這是不良風趣 整個台灣學界 大家經過幾年 自然產生一種學術的成分 真正的醫療的 學校醫療的教授 絕對不會允許這種學生能夠 你怎麼看高官委員的論文 有沒有涉及抄襲 你自己認為自我抄襲 什麼時候在抄襲 自我抄襲 在學術上它有規範 在它的規範之內 你引用自己的有跟有趣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說 整個論文都是自我抄襲 那這個論文價值何在那裡 這是不良風趣 整個台灣學界 大家經過幾年 自然產生一種學術的成分 真正的醫療的學校醫療的教授 絕對不會允許這種學生能夠 因為像包涵最近包涵連高學歷的高同安 這個委員的入委都包出上官的爭議 他也甚至有一些學歷的提示 但其實我們現場有很多都是私校的一個同學 這樣學歷提示你認為如何 學歷提升本來是一個很現象 也就是說它能夠接受更專精的一種學術 或者研究或者思想的提升 這個高學歷其實嚴格來講 也不是說越高越高 因為我們求學出到個人的修養以外 很重要就要學與自用 如果你所學呢 這個使用的生產力太低 就我個人的思考來講呢 是適合你而止 一定要用很多精神來追求學問 醫生可以講講今天得獎的錯誤成特色嗎 我們從業論文歷來要得獎 除了要必須具備這個學術上的規範的要求以外 最重要要能夠 所學要能夠所用 也就是說能夠學以自用 要嘛在學術上的提升 它有貢獻 要嘛在食物的改善方面呢 它有貢獻 如果這個都沒有 那個論文只是一種作業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的 你怎麼看高官方案委員的論文 有沒有設計抄襲呢 你自己認為自我抄襲 是不是在抄襲 自我抄襲呢 在學術上它有規範 在它的規範之內 你引用自己的勇跟勇氣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說 整個論文都是自我抄襲 那這個論文價值何在那裡 假如 embarrass 師父 那我看不太多了 我看不太多了 在這裏面上 是你把自己覺得 很多人都可以 我看不太多了 你讓我看不太多了 我看不太多了 我看不太多了 你放棄org 你讓我看不太多了